举火把 抓泥丘 在一片蛙生的中温下 我们真是收获满满 蛙乌蛋 煎蛋饼 我觉得嘴巴里面是充满了这种土豆的香气 锤扁肉 做糟浆 我最要等了一个小时 当地的创业者依托夏季旅游 依靠传统美食创收致富 今天的《生财有道》节目 将带您走进福建 周宁 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市 周宁县七步镇的通科地村 瞧 我手里拿着的这个火把 还有身上背着的这个鱼篓 以及这个铁匣子呢 就是当地传统的捉泥丘必备器 现在夜幕已经降临 水里的小人生呢也开始出来觅食了 一会儿我和村民们一起到田里捉泥丘 周宁县地处福建省东北部 平均海拔800米 森林覆盖率72.96% 夏无酷暑 环境宜人 秀丽的山川环境 孕育了多姿多彩的美食风味 这为当地群众创业 提供了天然的致富渠道 在周宁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煮泥丘面 这道独特的风味 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但是要想吃到一碗地道的泥丘面 还真是不容易 这天晚上 记者在当地人的带领下 第一次感受到了 夜间捉泥丘的乐趣 孙大哥 我们这火把里点的是什么呀 这个我们叫松枝油 也就是在松树上面 那个枝里面有这样的油啊 然后我们拿来破开 它会烧得很久 为什么我们要到这个点来抓泥丘 因为泥丘一到八点七点左右呢 他就会出来觅食 饭点到了 对 饭点到了 他出来觅食 我们为什么要点着火把 这是很传统的一个 加泥丘的方法 就是我们以前小时候 都是用这种 现在呢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但很多人都用那个头灯 我们现在就用这种传统的 来吸引游客 游客来就体验这个火 你看很多城里面都没拿过这个火 的确没见过 我也是听家里的长辈说过 对对对 今天正好体验一番 泥丘被称为水中之身 在我国南方各地均有分布 池塘 水沟 稻田 泥沼各处 均可见到他的身影 泥丘有很强的逃避能力 一旦受惊 便钻入泥中无处寻 加上全身沾满粘液 即使抓到 也是滑腻无比 难以握住 哎 我看到泥丘了 加一下看 我来试试 这只加一下看 哎呦 真是耶 好多 哎 要跑了 你看 重一点 我跟你讲 你看 这要有技巧的 你看 为什么抓不到呢 你看 这一下去 重一点 你看 快 准了是吧 你要快 要准 再试一次 哪里还有 再给我找一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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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泥丘 这尾巴不是录在这里 看到没有 哦 看到了 但它的头一定在这里面 那我们最起码要夹到中间 你看 哇 好有技巧 一脚又起来了 好厉害 对不对 让我也试一个 啊 来 好 试试 来一个 快装痕 哎 你看 对 啊 夹到了 哈哈 我竟然夹到泥丘了 好开心啊 怎么不会 不会 师傅 太重了 你夹死了 啊 快装 啊 哎 你看 哦 我夹到了 哈哈 叫你去抓泥丘 泥丘 一个网站抓不到一只 我觉得泥丘和苏大哥都在嘲笑我 比如这种 你看 你看 哇 一夹你的嘴 快抓到了吧 哈哈 嘿 嘿 来来来 快点放一个 哇 我的战利品 第一个泥丘宝宝 好 再来一只 这里还有 我陷进去了 救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别别别别了 把我脚出来再了 呀呀呀呀呀 哈哈哈 这这这这这太好了吗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这一项 这一项好玩的事情 一定要很多人来才行 哈哈哈哈 要不自己先进去了 怎么出来啊 全部倒一个锅里面 好 看看抓了多少 哎呦 这个不错 我这里一斤多了 我也有一斤多 一带完了 哇 不错不错 这 又有筋嘛 再一片蛙 身子 重微下 我们真是收获满满 这么多的战利品 对 说大哥 这么多泥丘 拿回去怎么做 拿回去 明天就做 一碗特色的泥丘面 泥丘肉质细嫩鲜美 营养丰富 对于泥丘的制作 各地烹饪方法 也不尽相同 有油炸 炖 蒸 干鞭 黄焖等 而在福建州宁 当地人最爱用泥丘 煮上一碗 热腾腾的泥丘面 现在就用我们自己 加酿的红酒 然后倒到这里去 烂它呢 喝它它就会蹦跳 把它这个肚子的 这个泥巴给它吐出来 还有这个粘膜 腥味去掉 这么大的功效 对对 这样子的话 就是这个面 你做出来 味道就特别鲜 很鲜美 对 那是用这个红酒 我倒一点 你看一下 等一下它都会冻起来 是吧 你看你看 真的 全部都乱跳了 哇 你看 真的 来来来来 这个腿拿下 你看 哇 你看 哦 是这样 那现在我们要给它 放多久呢 大概在一个小时 你就可以了 听起来没什么动静 可以打开看到吗 看一下 您知道了 你看 哎呦 真的 还有这个粘膜 对吧 这个膜 对 泡泡都出来 沾的堆全都出来的 你看 洗下来水就干净了 对不对 这种粘膜 看到没有 哦 这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方法 我们再整半个小时 就非常干净 然后这样子来煮 味道就是很美的 泥丘面不仅是一道 美味佳肴 更是周宁人勤劳 与智慧的结晶 其实 想要做上一碗 地道的泥丘面 并不容易 因为泥丘生活在烂泥里 泥巴味 腥味较重 所以在烹煮时 必须要掌握好清肠 除心 烧煮 这几个环节 现在啊 要等这个泥丘给它煮烂 把这里面的一条 跟它的铲 会剃得出来了 然后再来 换这个你看 这 我们是红糟 就是酿酒出来的 这种红糟 我们照顾一下 那也是有酒的味 对 一定要这个 这个会去腥味的 腥味 会去腥味的 颜色也好 还有再加上这些酸菜 我们自己的猪油 还有馅面 这馅面 这个馅面 对 就 离旧面嘛 我们当地的一个 就用这种面来 对对 这么细 对 对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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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卉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 土豆一定要挖到这边有 因为土豆会长开 长得比较宽 它会长到旁边是吧 你看 比如这个我们要从这里挖进去 哇这么大力气挖 就拉一下 然后把这个拿起来 拎起来 你看 土豆就出来了 真的是土豆 刚挖出土的 你看这真的很像乌蛋 你看 你来试一下 怎么做你已经教我 来 就挖了要挖边一点 边远一些 中间 根部这里是中心点 比如这个中心点在这里 那你就挖这么远就可以了 从这里挖下去 你借一步我怕跑到你 瞄准 我没有 有点太有了 你看到没有 你要挖近一点点 我在寻宝 来再来一个 哎呀 不是 还挺非力气的 哇我看到有两个已经冒出来了 不是 需不需要跑这么深啊 不要那么深 稍微闲一点可以 我觉得我的力气 可以把它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 拉起来 这样啊 抖一抖是吗 对对对 你看 太好玩了 你看到没有 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 2016年 周宁高山马铃薯 融获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产品深受市场的青睐 土豆 比如这个 凹 比如这个 凹进去 不平啊 它的皮比较粗啊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海拔高 气温 温差的 造成的这个原因 你明天到菜场去看一下 菜场的土豆 我不是说它不好啊 它的土豆跟我们就不一样 长得就不一样 它呢就是很光滑 平平的 不会再没有这个凹凸感 这就是海拔 赐予它的一个 对对对 这就是温差 造成的这些原因 你看皮特别粗 现在皮粗了 这个就说明 它的时间比较长 它的品质特别好 咬起来就很糯 在周宁 许多地方 种植土豆的历史 都在60年以上 所以只要说起周宁美食 绝对绕不开土豆 土豆是一代代周宁人 成长的共同记忆 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土豆菜肴 土豆饼必须占有一席之地 你看我放这里 拍一下 它都你看 都不会散掉 如果其他的土豆 你这样一拍 它可能就散了 可能就散掉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 这周宁的一碗菜 叫土豆饼 让我试一下 你来试一下 好好好 就这么拍是吧 就这样拍就可以了 真的不散 对对对 这样行了吗 就这样也可以了 好 将蒸熟的土豆去皮 拍成饼状 放入锅中小火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色 加入菜心 蒜末等佐料翻炒 加入调料 撒上葱花 一道软糯爽口的土豆饼 就出炉了 会不会烫 稍微小块的来一块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这块小了 再来一块大的 更为 我觉得嘴巴里面 是充满了这种土豆的香气 它是不是这个 嚼劲特别好 而且是糯糯的 就糯糯的 又好有一点嚼劲 对 是 这就是我们 周宁土豆的味道 对对对 一颗土豆 多种吃法 土豆撑起了 周宁人的餐桌 已成为 周宁人生活的一部分 一块热腾腾的 土豆饼 一碟土豆丝 一碗土豆面 承载着周宁人 对家乡的依恋 和对家乡物产的热爱 从周宁城区 一路向西南 穿行于环抱的群山 来到了 坐落于后拢大峡谷 悬崖峭壁之巅的 陈峭村 陈峭村有着千年遗存的古民居 显峻宏伟的岩石峭壁 绝美的日出云海 是远近闻名的避暑圣地 陆下一来 前来观光 露营 徒步的游客 络绎不绝 然而 过去的陈峭村 却是另一番模样 这条路以前非常的小 两辆车交汇都很困难 而且弯道又多又急 现在路况好多了 这几天下雨 如果是以前的路 那就不好走了 因四周群山环绕 交通不便 耕地稀少 水资源匮乏 村里生活异常困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村民们纷纷外出谋生 到2005年 曾经的千人大村 只剩三十多名老人留守 逐渐衰落成空壳村 2009年 随着公路的开通 和饮水工程的建设 过去藏在深归的空壳村 变成了城里人向往的桃花园 游客分支踏来 在外打工的村民陈妙黄和妻子 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趁势回村 开启了农家乐 大哥你好 你好 你说轮着锤子在捣什么呢 我们在捣这个扁肉的肉馅 扁肉的肉馅 就这么捣出来了是吗 对 我们这个就是采用的 猪的前腿的夹心肉 然后前腿夹心肉比较嫩 然后用这个手工 锤出来的话也比较好吃 2012年 神庙黄率先在村里 开办古村土菜馆 一道周宁扁肉 再搭配几道地道的 周宁农家菜肴 便是游客们来城窍旅游 必吃的美味大餐 周宁扁肉的特点 在于皮薄肉多 制作方法十分讲究 特别是在肉泥加工上 要用木棒锤打 不可用刀切 否则肉泥就带有新味 影响了口感 那这么捣 要捣多久 才可以把肉捣好呀 这要捣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你这锤子重不重 挺重的 多重呀 大概有多少斤 十来斤 哇 难怪这么重 你看底下是石头 上面是木头 这怎么弄上去的 这是以前这个 传统的这个老工艺 把它装上了 安上去的是吗 对对 它这里是接缝接在一起的 对 所以我看你这么拦 砸它也很牢固 哇 体力活 来 行 还给您吧 扁肉在北方也叫馄饨 在四川叫超手 在广东叫云吞 虽然各地叫法不同 做法及外形 也有些许差异 但不妨碍人们 对它的喜爱 大姐 你这切的是啥 这是糟浆 糟浆啊 怎么做的 这是用酒糟来去腌制的 酒糟腌制的 所以它的颜色 跟普通的不一样 带着红色是吗 是的 闽东有句俗语 东吃萝卜下吃浆 不劳医生开药方 食用糟浆 古已有之 糟浆干醇 香脆 微酸 咸味适中 药食同源的生姜 在湿润雨季多的地方 颇受人们的推崇和青睐 而糟浆 则是周宁人的一种 独特的吃法 好嫩啊 跟那种鲜姜的那种 脆生生的不一样 它这个 经过盐的 这种腌制以后呢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柔软 而且淡淡的盐 那种咸味 还有酒香 江糟浆放入扁肉的汤料中 更是别有一番风味 除了千锤百炼的肉馅 扁肉汤料的调配 也是十分讲究 那除了这些以外 还要加什么料 来做这个扁肉汤啊 还有就是 这个醋要加一点 醋 这个姜油 酸葱 生抽 再加两勺没事 三勺 那这个红色的 就是我们当地的红酒 也加一点 加点味精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猪油 猪油后面来 然后换一点盐 我发现我们这儿 都喜欢用猪油 对猪油比较香 挺香的 颜色出来了 出来了 很漂亮 只要是靠这个猪油 会香 这肉做好 你尝尝 好嘞 哇 颜色看起来很漂亮 皮特别薄 尝一下口感 这个肉馅是被锤打过以后 它那个劲道更足了 然后加上这个 刚才老板娘切的那个糟浆 特别的香 这也是我们当地人 最喜欢的口味 如今经过近十年发展 陈峭村从昔日贫困落后的 空心村 发展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村 每年吸引约十七万游客 前来一睹方容 游客多了 村子火了 村民陈庙皇 办起村里的第一个旅游服务基地 带领本村三十户村民 创办民宿二十一家 农家乐餐馆六家 截止到目前为止 先后有二百多名外出村民返乡创业 人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